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好的 讓我們這款通話旅人 好 通話旅人 我們繼續遊戲吧 這邊好像有Facebook和Google的帳號是不是 來看一下公告吧 有FB啦 我要把FB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會 好 那這個應該是國外服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想玩的話要去找APK 應該是收不到 台服應該是收不到 伺服器 三個 嗯 我不知道有沒有玩過啦 因為也許台服版本名字會換 好 這邊有衣冠 好 月絲 獵魔人 黃刀 可選女生啦 月絲是 獸耳的小蘿莉 還有小鎮汰 獵魔人就遠程輸出嘛 近戰 來嗎 來玩個小蘿莉好了 月絲 哈姆德斯 好 今天是9月8號星期日 童話故事是不是 對啊 童話世界 有時候這種遊戲就二次元沒寫那麼多嘛 然後 海斧也許有 然後民族會換 來看 語言的部分進去再看看有沒有繁中吧 目前是 預測是減中吧 好 現在用的是這個月絲 這個是很像小號的東西 小喇叭 小號之類的 2.5D 3D 畫質 畫質極致 好 這邊用搖桿是不是 搖桿桿 射一下搖桿一下 我看 這個每個模擬器設定方法不一樣 我也是用mvmv啊 有時候會用夜神 有的時候用雷電 喔有自動巡路了 我感覺這個遊戲我好像沒玩過 畫質OK 這種賽陸落風格 你知道手張開喔 你是機器娃娃丁小羽 丁小羽後來叫什麼名字 阿拉雷阿拉雷 小時候是機器娃娃與怪博士丁小羽 因為他跑步的時候手會張開這樣 後來手會張開跑步的就是忍者 火影忍者不過手要張開 這個是3D的 轉得還蠻濕滑的 少了語音 喵喵沒有語音 還有衝刺 20秒會不會太久了 有點久 理論上你應該分三段嘛 讓我們一段二段三段慢慢回復 可以連衝三次這樣 學一下別的遊戲啊 這個20秒太久了 這樣點這個就會自動了嗎 沒有啊沒有自動 嗚嗚嗚快跑 啊呀我衝啊 來不及了 不跑了 我就把他打死好了 這一款完全沒有打機感 因為敵人就無限霸體 他打他的我們打我們的 都沒有那個回饋動作 烏路牙 好啊 暗夜軍團 奇怪的生物 少了語音啊不ok啊 我來隱藏一下我的那個按鈕 因為我只有受了一個搖桿啊 這搖桿他預設有WASD嘛 激活一下這個童話故事處 好序章逃禮已達成 我現在 每天錄遊戲超級輕鬆 我都錄十分鐘就好 以前很認真啊 講話講個二十分鐘三十分鐘 講到那個口乾舌燥喉嚨痛 現在完全不用 反正youtube也不給我錢 他現在不給我廣告費 就是看我的影片有廣告 但是那個廣告費不給我 他現在不給我了 已經一個禮拜多了 所以我現在都是白做工啊 免費玩遊戲免費錄遊戲 然後我們就吸我的廣告費 吸走 就是他現在還沒有那個 完全把我的帳號封掉嘛 然後也沒有限我的流量 就他有很多種做法 就是有他會限制你的頻道的流量啊 或是廣告收益啊 或是直接把你那個 收益全部關掉不給你 最糟糕就直接把你 帳號給砍掉 就是如果你違反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他有那個權力把你砍掉 他們是 獨裁的 反正我就前幾天每天都回信 問他們怎麼怎麼處理 沒有理我 然後每天上線就是看看流量 看看那個有沒有恢復正常 沒有 然後看一下信箱有沒有回我 沒有 然後今天看信箱 怎麼看到一些封信 不知道哪個人寄給我 還警告我 那應該是詐騙 詐騙信件 他說什麼貴公司 什麼儲值點數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儲值了 然後就沒有怎樣怎樣怎樣 要我立刻回信給他 不然他要走法律途徑 啊莫名其妙 他這個莫名其妙就是這種 釣魚的信件 就是他沒有給你一個明確的東西 貴公司是哪家公司 你又是誰 你玩了什麼遊戲 你都沒有講 再說我根本沒有公司啊 他就亂槍打鳥 你知道嗎 在網路上爬到那個信箱 因為我那個頻道下面 有我的那個信箱 然後就有奇奇怪怪怪 人寄信國 然後有那種 合作什麼點卡的啊 幹嘛的要合作啊 這個要自己操作是不是 變成一個蘑菇 就那種潛入型的玩法 要避開那個紅色警戒範圍 就是我看完第一秒 就是啊這個 來詐騙的人 我在幹嘛的 平時我根本不會看啦 因為最近那個YouTube 問回我信 每天都要上去看一下 因為我以前不會每天看啊 要合作我都大部分都不理他們啊 欸這邊要幹嘛 QTE玩法 童話世界啊毛毛蟲 真的是童話世界 就是我們縮小了有沒有 變成一個 愛麗絲夢龍仙境我們縮小了 然後那個植物啊都很高很大 真的是愛麗絲啊 我剛剛隨便說愛麗絲就真的來愛麗絲 因為童話故事 每次都想到愛麗絲夢龍仙境啊 就跟著一隻兔子嘛 兔子拿到死中嘛 然後趕時間啊 就跑到樹洞裡面去 那個小說我以前好像看過耶 很久很久以前 就特地去拿來看一下 然後最後他就在那個樹洞那邊醒過來 結果結局啊 結果結局好像是他 他以為他在做夢 就醒過來 他在樹下睡著 他就樹裡面啊 然後什麼 變成巨人啊 縮小啊 吃喝什麼東西啊 我記得那一段啊 他什麼東西就變很大 然後裡面就有什麼紅心王后 還是什麼王后啊 巴黎絲夢龍仙境那個小說 好像不長吧 可能一下就看完 我已經我都忘記我什麼時候看了 我記得我好像看過了 聲音怎麼突然變那麼小聲 他要幹嘛 主線嫡襲 紅心士兵 我就說吧 紅心王后 紅心士兵 怎麼又被我說中 這遊戲我沒玩過 他的音樂有點那種緊張的音樂 什麼版權啊 惡化的紅心士兵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全自動 已經可以發胎了 一樣沒有打擊感 我剛玩的那一款有打擊感 剛玩的那一款 英文名字的 阿瓦拉喔 阿瓦拉喔 阿瓦拉 有打擊感 也是ARPG 三個人組隊 還不錯 那這一款就 沒那麼免洗 我所謂免洗 是一些自私化的那種仙蝦 什麼的 但是這個二次元吧 這個可能到時候台語不會出吧 不過那個到時候是什麼時候 我也不知道 那這種類型的台服玩的到喔 玩的代表是說一直有他的市場 好 一樣愛麗絲 魔化了 就少了語音啊 好 那差不多了齁 差不多了 就這樣 就這樣 我們這個展開雙手 飛飛飛飛 我們這個小蘿莉很可愛 我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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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先進花園三線 菜單設置 畫質這邊還可以再改一下 然後聲音 反抖 反抖 社交 好 目前我的是這個月師嘛 那我們就試玩體驗到這邊吧 有興趣的就來吧 但是你要下載APK檔 APK檔自己去搜尋的嘛 童話旅人 找不到的話我把英文附上啊 英文的話是什麼 什麼Tale的 BerryTale Travel M版的 好 剛剛閃退了 那我們就先這樣啦 好的 我是漢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 點讚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